衡阳有双辣之说 就是指辣味和辣味的结合 那今天张大哥所做的辣肠 与我们熟知的辣肠 又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香 哇 舒服吧 从来没感觉过都辣肠这么好吃 简直是不要太享受 我们都是用特殊材料做的 特殊材料做的 我们是用这个骨糠炒制的 这骨糠这是 这是不是喂猪的那个饲料啊 但是有些东西啊 你不要单纯就是看说是喂猪的 还真是喂猪的呗 哎呦 那我这吃了半天 你这不是吃的挺香的 我吃的是挺香的 但是重点是这东西 有的东西咱不能细想 这一气小就心里犯疙瘩啊 大肠 想不想知道怎么做的 想知道我还真就挺好奇的 大肠还来你的动手帮忙啊 那没问题啊 那来这免费吃了一顿大肠 我还不能帮你点忙吗 腊胃在湖南十分常见 有直接生晒的 有用松柏枝熏的 怎样用骨糠来做腊胃 张大哥并没有解答疑惑 而是搬出了两筐稻骨 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这个工具你不会是想给这个倒骨脱壳吧 对 我先教你吧 这样蹲啊 就跟倒算差不多吗 我看你这手上还有个拧的动作是吧 那咱我试试 你试一下 这拧的目的是什么啊 你再抖下去再投尸啊 拧一下啊 增加它的摩擦力 它的壳脱得更快 咱们就没有点更先进的办法吗 不行 不强 原汁原味 这个真的 你不能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要一下一下的 这样 你现在没用力 我是我用力了 我现在很委屈 我用了力 但是他们看我就感觉没用力 这怎么办你说 手工给倒骨脱壳 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倒骨的本位 但也是一件相当耗时耗力的事 这种传统的方式 倒出了米 它的套壳 挺大米 都是非常相当 等于这里面这个白的 就是咱们吃的米 对吧 然后这个外壳 是用来做这个肥肠 对对对 此时 充就里的米和糠混合在一起 张大哥还要将它们分离开 这就需要用到一个特别的工具 风车 我看你穿那么干净 也不像是干活的呀 今天上针头啊 今天上镜是吧 哇 这个看起来像风车的一样啊 转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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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留的这就是大米啊 然后前面出来的就是我们需要用做大肠的这个汤 哇 哇 现在我感觉我们冲起了沙尘暴一样啊 哇 利用风车将大米和谷糠进行分离 最后滤出的米糠就是今天制作腊肠的黄金配角 那用骨糠来炒肥肠究竟是什么神奇操作 先把这个汤炒到一定的热度 然后再放大肠放里边 把底下都翻上来 对 不能让它底下浮了 来 张大哥 我看你一身汗了 我来帮你吧 不要 这得炒到什么时候啊 真的得炒半个小时以上 它随着锅内骨糠温度的升高 再加入新鲜的大肠一起翻炒 张大哥说 骨糠的作用就是要给肥肠去水分和上色 张哥 咱们这得炒到什么程度啊 你把手里面的手干 你看这一节啊 这一节它里面有油啊 不是太干 那这一节里面没油你摸一下 对 像椒皮一样啊 也就是我们现在得把这个大肠炒到水分都煸干之后才行 骨糠作为这道美食的黄金配角 隔绝了肥肠与锅壁的直接接触 使肥肠内的水分逐渐蒸发 又不至于浇糊 这是炒制肥肠最关键的环节 今天把这个大肠放在中间翻 就是从两边给它焯起来 放到中间吧 因为中间的温度它是最高的 是不是有力以中间为支点 往中间翻它行 对 对 对 这得炒到什么时候啊 结果现在目前三分之一的工程 三分 还有三分之二啊 哇 大家可以注意翻得越快 叶越大 哇 真的我 我现在都说不出话了 这个可以呛的我 想吃 这不算很多 现在慢慢变色了 你看 变色了 这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颜色变成金黄色了啊 非常漂亮 但是现在不是每一个都变成这样了 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个都换成这样才可以 哎呀 来来来 你们搞两下 张哥说 衡阳自古不产盐 过去食盐紧缺 而这种做辣味的方式 与传统的盐腌辣味不同 不用一点盐 同样达到了腌辣的效果 这是先辈的智慧和巧思 咱们就是得把它搓干净对吧 对 你看 这不是金黄袋 对 这个就特别明确了啊 这个就是这个洗好之后 可以把它这个金黄色都展示出来啊 可以看到 特别的金黄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个特别 哎 这个焦糊味 对啊 对 煮大虫 这一头是最好吃的 这种的是吧 这号称就是大虫头 内头 它的肉特别厚 那这个我得记住了 一会儿吃的时候就专挑这块肉吃 为了避免食材变质 此时的肥肠还需要经历最后的晾晒 自然晾晒的肥肠 在阳光和风的催化下 色泽金黄 具有浓郁的骨香味 晒干后的腊肠十分百搭 能制作出各种家常美味 长宁的山茶声名远扬 用它来与肥肠组合搭配 也是当地很有特色的吃法 肥肠与茶叶水一同烹煮 去除了肥肠的昏腥 肉质变得紧实 带有茶叶的清香 为了突出肥肠紧实弹牙的口感 张大哥又将茶叶在热油里煸炒 在热油的激发下 茶叶逐渐收缩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高温之下 肥肠在锅内跳跃 滋滋冒油 再上锅微熏几分钟 就是常宁人最爱的家常味 茶香肥肠 它这个辣肥肠的话 有嚼头 味道比较正 以前小时候的味道吗 家乡的味道 香情 香味 对于张大哥来说 家乡的味道变成了 他向往中的生活 也变成了他对故土的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